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你這個奸行這個問題 有大概多久的時間? 應該有三四年了 原本最早三四年 那一直到兩年前的時候很嚴重 嚴重到晚上 睡覺的時候大概凌晨五點 就會被痛醒 然後痛醒之後就再睡不著 對,然後脖子整個僵硬到不行 然後早上上班的時候都沒有精神 然後就胖很多 胖很多? 因為睡眠品質很差 所以我大概一年內胖了四公斤沒有用 那之前你在醫療上有 有做過哪些治療? 我試過超多的 先講西醫好了,西醫就是復健科 然後他可能有一些什麼 超音波啊,用電 去電療啊,之類的 或是針骨啊,那種 西式的針肌啊 沒有用 因為是肌肉的問題 他是幫你當下放鬆的 可是你回去睡一睡又緊 沒有用 然後再來中醫的部分就是針灸嘛 拔罐,刮沙 然後他有那種比較猛一點 就是用那種針刀 小針刀 他就是 那個針... 對,進去把你的肌那個挑開這樣子 然後再更猛一點的是 你那個背啊,他有一個做法是貼藥布 但是他先把你脊椎上面抹掉一層皮 抹掉一層皮 對,他是先抹掉一層皮 然後貼那藥布說把裡面的東西吸出來 超痛的 他真的有幫我放鬆到,但是沒有 最後還是痛 就是 維持不了多久的時間 就是藥布沒力以後就又回復原狀 很快就又回復原狀 然後根本問題完全沒有解決 對 然後也是整齊啊 也是試了也是都沒有用 對,那一直到最後是有找到一個按摩師 如果是可以幫我把 就緊繃肌肉鬆開 之前很嚴重的時候 大概幾乎每個禮拜都要去弄 沒有用 因為我磨牙問題沒有改善 是 然後磨牙問題沒有改善 基本上我只要過幾天 就又硬回去 又要硬回去 甚至我還做過催眠 這好玩啊 對,我還嘗試的就是用催眠去讓我晚上不要磨牙 對 睡很熟沒錯 還是磨 是吧 因為他就是催眠一小時候就幫我叫醒 因為他不是現場幫我催眠 他是用錄音檔 幫我弄 哇 這麼好玩喔 好特別 很特別,我玩過很多奇怪的東西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我去懷疑說 為什麼我的脖子會僵硬這件事情 所以我常常是做過很多方法 例如說我懷疑可能是 我去查很多資料 對 有幾種說法 可能是 脊椎角度問題 枕頭問題 大概花在枕頭上面錢應該好幾萬 床的問題 也花好幾萬 對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心臟的問題 所以去嘗試吃Q10啊 運動啊 什麼的 想辦法可能心臟看能不能強一點 對啊 或是晚上睡眠不好去吃Gaba 幫助睡眠 讓我可以放鬆啊 可以試的都試過 通通沒有用 哇 那你經驗比我還豐富 對 因為真的很 因為對我也很嚴重 對 因為是切身的問題 生活上困擾非常非常的嚴重 對 所以我就一直想 然後有去睡眠醫療中心去做那個 睡眠檢測嘛 他就說就輕度微 輕度而已 對啊 輕度而已 可是對我也已經是重度的程度 因為睡眠檢測比較沒有去看到 疼痛 或做筋膜這方面的 對啊我覺得他只能看到你大呼跟呼吸的次數 我覺得那個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防止 對啊 那你也是在網路上看到我們 對 我就在網路上搜尋 然後找到 牙套這個 我看了很久 對不對 因為單價比較偏高 所以我 觀察了很久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最早的時候 是去年大概這個時候 我就先打電話路很過 然後後來想想 嗯 絕對不會放棄 可是後來過半年 就是還是沒有辦法 找不到一個可以解決方法 好 不管就是這樣 對 然後覺得 成效比起的還要好 對 我中間其實也有去練氣功之類的 對 那真的我在練氣功的時候 是可以 很快的 原本身體很冰冰 我可以讓他馬上就 變燙 溫熱 對 而且是體調溫度的 可以感覺出來是變燙的那種感覺 對 這個是可以做到 但是我覺得對於 解決我晚上磨牙跟睡眠品質的問題 還是有限 嗯 那時候戴牙套我印象很深 好像戴才一兩天 其實就有感覺 對 一兩天其實就有感覺 然後剛戴其實磨牙馬上就 就沒了 對 所以其實關鍵是晚上睡眠品質好很 然後最大的狀況是 起來的時候 不會脖子痛 這其實還蠻關鍵的 因為 之前是早上是透醒 那現在是可以睡到自然醒 然後不用說 每天上班的時候 就是坐著就覺得 啊脖子就是一路不舒服 這樣基本上現在可以睡起來 脖子不會痛 就好 我光是每個禮拜 省去 要去找人家按摩 或是看醫生時間 就不知道省多少 那因為 就是我講的嘛 我還是會去找按摩老師 那今天他幫我弄鬆了 那我只要 他不會再緊回來 就沒事了 是 對啊 那如果他又會緊回來 就沒緊 那我那時候就戴了 故地每天就戴啊 對啊 那我戴了大概 應該不到一個月 我就有發現 欸 好像我磨牙問題改善很多 我就算不戴也不太會磨牙 複發回來 對 所以你有試過一個禮拜都沒有戴 也還OK 有我現在有試過一個禮拜面戴 都沒問題 因為我自己有去觀察自己的狀況 有戴其實比較早起 比較早起 會自動 早起 早起 對就自動早起 對就想多睡都沒辦法 就自己會醒來 我上次是有用那個牙 咬那個下牙套去跑 因為那一天好像是我忘記戴牙套睡覺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其實就有點高晃痛 就不太舒服 痛右邊嘛 然後我就拿著牙套就戴了 就想說又要去按摩有點煩 我想說牙套反正就去跑 跑回來又變得不痛 對 就原本痛的地方就鬆了 那一般如果你痛的話 沒有按摩是不會 不會鬆開的 不會鬆開的 是是是 對 還有一個比較明顯 但是我不太確定跟氣功有關 還是跟這個有關 因為同時有在跑 我以前冬天的時候 我是很容易過敏 嗯 我從小是過敏 長大 我每一年冬天 基本上就是鼻涕鼻水流不停這樣子 但我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已經都沒有 是 就是發作這件事情 那即便我 最神奇的是即便我感冒 以前我知道紅紅痛 很快就開始鼻涕倒流就來了 現在這個都不見了 是 對 就是已經 就算紅痛咳嗽什麼 但不會流鼻涕 嗯 而且比較容易好 對好很快 然後呼吸 呼吸順暢 鼻子講好 是 不太有鼻塞的問題 然後我以前都是用嘴巴呼吸 現在鼻子呼吸 有沒有不一樣 你感覺 就覺得 很舒服 對很舒服 對 那希望你在跑步的時候也盡量這樣子 我跑步是用鼻子呼吸的 喔那好那好 因為我跑很慢 因為事實上跑太快 老實講 就我們的觀察 不是很好的事情 對 氧化 對 我有看文章 喔 基本上我靈音師寫完 然後我全部都看完 對 我今天要 買這個之前 既然讓我已經study完了 對 對 我study也很久 我們現在不太打鼻了 之前你寫嗎 很嚴重 喔 之前是 之前有個 之前是魔牙加打鼻 很嚴重 那現在是 這是只有 偶爾 對 睡很沉的時候會打鼻 或是比較leg的時候 對 但是大部分比例已經強了 那魔牙是幾乎沒有 喔 那難怪起來精神就會完全不一樣 對 好很多 我也有思考過缺氧這個問題 就因為身體判斷缺氧 所以它會去強迫你要去呼吸嘛 所以你才會一直不斷的用力 這件事情 我也有去往這方向嘗試過 然後我去弄的那一個 有一個鯊魚有 腳肝油 那腳肝油它有一個特殊的成分 是說你吃進去之後 它可以幫助你體內的含氧量增高 血液含氧量 因為 鯊魚在很 深的地方嘛 所以它的肝臟裡面 它的肝油其實是可以幫助你含氧量增加 我有往這方向去嘗試過 然後我有吃了去睡 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還好 對 所以我說各種面相 可能性我都嘗試過 對 一般會試我們這牙套的 都是 試過 其他方法才會來找 大部分 大部分 尤其是主流醫學都試過了 沒有用的才會來找 對啊 那你沒有試過呼吸器 正準備要試的時候 然後我去評估了呼吸器 要帶那個東西 然後又要弄一台 這樣子 覺得很麻煩 我覺得弄了應該是 沒辦法睡 所以我想說乾脆牙套先試 我那時候擺在屏幕要先試呼吸器 還是那個牙套 我說好 我們就試 光 我是覺得啦 這個 這個雖然它單價偏高 可是買下去 如果你用時間去攤體來看的話 我每個月按摩前 大概半年內就回本 對啊 然後可以好有效又好睡是無價的 對 而且事實上我們 就我們臨床上的經驗 我們認為它CP值很高 是因為它又可以解決 不只是睡眠 筋骨的問題 鼻子過敏的問題 腸胃道的問題 欸我看你有脹氣 之前有寫脹氣 對現在為脹氣的問題 好很多 是齁 對 我之前其實是有餵食刀逆流的問題 現在也比較沒有了 現在比較沒有 對 所以你看它CP值高不高 對 蠻厲害的 所以看供客 吃吃吃吃吃看